疫情在現在目前是一個穩定的一個 情況 那所以我們在8月24到9月6號仍然維持 二級的警戒 那在二級的警戒 在這一段時間 那仍需關閉的場所 歌廳 舞廳 夜總會 俱樂部 酒家 酒吧 酒店 酒廊 錄影帶節目的 帶來的播映場所 MTV KTV 李榮苑 那這些是我們現在仍然關閉 另外遊藝場所 電子遊藝場 資訊休閒場所 麻將休閒管機 其他類似 這場所 基本上是維持 仍然關閉 那裡面在二級裡面有放鬆的 有其他是一樣 有放鬆的部分 就是集會活動的人數的上限 本來是50 100 現在我們把它修訂為室內八十 室外三百 那有超額的話 那就必須要來提防疫的計畫 然後在 餐飲上面 就新增是同住的親友聚餐 不受限使用隔板 梅花座及專人分餐 那跟其他桌 如果不是的 那仍然要 把安全的距離 社交距離或隔板 或屏風等等的 還是要做出來 是同住的親友 同住的親友 那另外我們在 醫院探病 就有關家戶病房 安寧病房 呼吸照護病房 精神科病房 兒童病房 身心障礙 病況危急 身心障礙 那病況危急 即住院天數達7天以上 的探病 我們現在有開放 那另外是符合主管機關防疫管理 得開放 像K書中心 室內遊樂園 海釣場 那海 水泳 浮潛等水域 的活動 那我們是開放 在 就是要符合 符合主管機關的防疫管理 管理的指引 那可以來開放 那其他這個開放 開放的方式都是根據 管理的 就是我們的防疫管理的指引 來措施跟指引來辦理 那醫院的 像剛剛講的就是 7天以上的探病 就每日固定一個 探病的時段 每名住院的病患 每次至多以2名的 訪客為原則 那如果 有 除非有完總接種疫苗兩劑 滿14天 以上 或3個月內曾確診 已解隔離者 探病者 精英出去3日內的 篩檢陰性的證明 含居家快篩 那其他不管是K書中心 室內 遊樂場 海釣場 或所謂的活動 都根據主管單位的一個防疫措施指引 來做辦理 訂閱三立新聞網 YouTube 頻道 並且按讚 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三立新聞網 APP 即時新聞不露階